各位姐妹平安 很高兴在今天早上 我们再次在这个地方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题目那九个在哪里 Where are the other nine 我们来想 其他九个人 这是一个特定族群定贯词 不是一般人 就是你们这些人指定的人物 指定的人物 那我们来想 这个指定的人物 我们就想到圣经说了一句话 若有人服侍我 就应该来跟从我 若有人服侍我 就要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 怎样 要在哪里 对不对 若有人服侍我 我的父必尊重他 让我们生命里面思想 这个在哪里的感觉 这个在哪里的感觉 我们就想到另一个故事 路德还记得吗 当然这个很美丽的 但是是寡妇 他在生命里 对婆婆说了一句话 所有的绝望 冲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他说 他说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哪里去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在哪里住宿 我就在哪里住宿 你在哪里死 我就死在哪里 我想这个故事 是一个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的感觉 我们先把这样的画面 先理定 它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而且这个美丽的故事 成为圣经里面 很重要的关键点 一样的我们跳到另一个故事 特定的人物 十个探子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特别拣选你们的 你们在神面前是千人选一的 是万人选一的 但是今天 你们得到这所有恩典 只是去加拿地 回来的时候 我要问你们 你们十个在哪里 你们在那个地方说 不可能 我问你们你们在哪里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分隔 做了一个分隔 那十个 包括他们家属 那天全部没有亡 你在哪里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 如果说 这十个是那么的悲惨的话 那十个真的是坏人 对不对 不是 那不是坏人 他们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 是尊贵的 是特别好的人 他们的意念 他们的道路 那我们来思想 难道这样是错了吗 我们来看 如果是门徒的话 一样的 马可福音十四章 说了一种一句话 你在哪里 你们这些门徒在哪里 一样的一个观念问题 在哪里 好 那我们来思想 同样的马可十四章里面 有很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当玛利亚 把真大大相告献上的时候 他们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 而且是尊贵的话 而且是非常就是有意义 而且是积功德的话 你看我们这些人 行善是洲际穷人 为什么这么浪费 我们这些人 在马太福音直接指出 那几个人 就是邮大帮羌的门徒 其他的门徒也都照样这样说 后来耶稣就跟他讲说 今天要击打木人 所有羊都会分散 彼得说我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们一定会跟你同死 耶稣在那个地方看着这些门徒 又会洲际穷人 又要跟我同死 十字章最后面这些人 耶稣被抓的时候 这些门徒都这样 全部都逃走了 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说话 你会不会说好听的话 你会不会说很多 生命里面尊贵的话 如果你会说的话 请注意神还是会问你 你在哪里 还记得那天在伊甸園 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躲避我 为什么跟我分开 好 这些故事都给我们一个提醒 这个场景里面所诉说的 然后我们从这个场景里面来思想 这故事真的是这么奇怪吗 为什么这故事会被特别提出来 十个麻风 耶稣救我 因为他们不可以靠近人群 狸位记里面所说的 他们是不洁净的 靠近人群的时候 甚至他们可以用石头打他们 所以他们离人群很远 如果离人群很远 耶稣在那边 耶稣 耶稣救我 耶稣听得到吗 耶稣知道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在耶稣听不到 所以他们迫切恳求 耶稣救我 我不会表演 但是你好好想一想 在生命里他是很迫切 故事很棒 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很期待耶稣过来说 奉和天赋人名或怎样 耶稣只有说把身体去给祭司看 祭司是当时评断 你有没有得洁净的一个标准值 他们去看了 哇 身体好了 嘿 好了呢 好了呢 弟兄姐妹 这故事应该结束了 不 这故事才刚开始 就是这个故事 引发了圣经里面很多讨论 你知道吗 圣经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看到那些人 痛苦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耶稣就怜悯他们 医治他们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 如果没有这一个人回来 这个故事根本就放在那个地方的 通常的故事里面 医治他们 怜悯他们 就没有了 这故事关键就是那一个人回来 这故事从很多故事里面抽出来 成为一个特别的故事 好 我们现在走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有个特别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这个特别的节目 其实我听到是蛮兴奋的 蛮兴奋的 是我们 是三合教会对不对 对 三合教会他们的原住民教会 今天配合YMCA的这个特别的聚会 对 湾兴奋的这些特别的公司 第三堂来参加 今天是他们 一起来参加 所以他们参加我们教会 他们 我想他们这个原住民教会 可以 也很棒 因为我们教会很喜欢听原住民 也喜欢唱原住民的歌 所以他们在来的时候 好 我们请这个 师班先上来 好不好 师班先上来 来 我们欢迎他们 对 那我听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这个师班就是那一首歌 上帝爱原住民的原创者的这个教会 做这首歌的同工也在这里面 我不晓得是哪一位 但是我们这个在这 好 等一下上去帮我点一下是哪一个 让我们真的很高兴 让我们真的很高兴 我们上次在录音之夜的时候 我们原住民就唱这首歌 那我们看到这个观景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开心 今天他们能够来到我们教会 跟我们来用诗歌分享 让我们盼望原住民的生命的喜乐丰富 能够临到我们教会 成为今天我们很棒的一个祝福 他们是来自于排湾对不对 帝爱马 鹿排 鹿 鹿 鹿凯族跟牌丸組 简称什么 鹿排排 好 我们真的很开心 我们在原住民的对话里面 总是带着很多很多的的那种欢笑 我们在神明他们就是很讨厌 很开心的弟兄姐妹 好 今天看他们很害羞的样子 我們給他們熱烈鼓掌好不好 讓他們來跟我們分享這首歌 上帝愛演著名 加油 我又比著輪廓明顯的臉孔 也有一種純不自然的心情 上帝 你自己的心想來找我 我就是你期待所造特別的人 我有一副清脆漂亮的歌聲 也有一身靈活踏實的手腳 上帝 輕輕跳舞各場 敬拜你 我就是你全心所造最愛的原住民 黑呀那路啊 我是愛的天路 你從不曾輕易放棄我最黑黑的原住民 黑呀那路啊 陌生愛的天賦 我要養生歡呼 讚美歌颂 我出熱情的原住民 我用一張輪廓明顯的臉孔 我用一張輪廓明顯的臉孔 不自然的心情 上帝 你自己的心想來找我 我就是你期待所造特別的人 我用一張輪廓明顯的臉孔 我用一副清脆漂亮的歌聲 也有一身靈活踏實的手腳 神ten怎麼升軍 我用一張輪廓明顯的汗座 你从不曾轻易放弃我这黑黑的原住民 黑阳的路啊 陌生海的天赋 我要养生欢呼 赞美的从火中 热情的原住民 我有一张轮廓明显的脸孔 你有一种全部自然的幸福 上帝你以自己的形象来造我 我就是你期待所造特别的人 我有音符清脆嘹亮的歌声 你有一声明火大声的手脚 上帝敬请跳舞歌唱进拜年 我就是你全新塑造最爱原住民 黑阳的路啊 陌生海的天赋 你从不曾轻易放弃我这黑黑的原住民 黑阳的路啊 我想来的天赋 我要养生欢呼 赞美歌颂过去热情的原住民 小兵啊 陌生海的天赋 你会的心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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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的路啊 陌生愛的天賦 我要養生恍惚 在每個生活處 熱情寧願住民 我要養生恍惚 在每個生活處 熱情寧願住民 好 請告訴我們是哪一位創作的嗎 好 我們給他樂隊鼓掌 謝謝 謝謝 好 除了他們要跟我們分享以外 他們的小朋友也要跟我們分享一首歌好不好 好 那我們的小朋友在上來 在預備之前 其實 上帝愛原住民 我當初在創作這首詩歌的時候 一直有一個感動就是 我們在神國 本來神創造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在神國裡面的原住民 Amen 只是因為神特別給我們這些原住民 有特別特別的一個恩賜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所以呢 感謝神這些年輕人 雖然有人遠在北部 中部 彰化 嘉義 甚至在我們台南本地這邊都在就學 但知道有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神特別安排給我們這樣子的時間 我們不單單要來把這個聲音獻給在場的每一位 我們更是要把這個聲音獻給天上的父神 這群小朋友 因為我們原住民小時候 自信心真的不是很好 然後 有機會把這樣子的美好的聲音獻給 獻給在場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也是培養他們未來在服侍神上面 建立那個信心在這群的小朋友 那這群小朋友今天帶來一首詩歌 要獻給所有即將要過母親節的所有的媽媽們 媽媽舉手一下 好 要手放一下 這首歌叫做媽媽的花環 媽媽的花環是一個 算是一個民謠 那這群小朋友小字小一 大字小五這樣 就連我們的 就連我們的妹妹 拉提琴 所以也是一個國小生 給他們有機會在這樣子的一個大場合當中 建立信心 我相信未來在服侍這條路 對他們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印象 我們就帶來這首媽媽的花環 給我們的小朋友拍拍手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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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帶上和媽媽和媽媽一起參加情話 手拉手心臉心 起跳舞 手拉手心 起跳舞 媽媽為我編織了一個花花 跟媽媽一起讓個月來想唱 媽媽為我編織了一個花花 輕輕像花朵永遠快樂綻放 唱著花花待在我的肚子 就像今日美麗的光芒 我要帶上花花和媽媽一起參加情話 手拉手心 起跳舞大聲來歌唱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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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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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天籁之音 属于大自然最纯正的声音 像我们所显现的 哇真的 我们除了赞叹就是一个感动 我们盼望在灵里面 让这上和教会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 就是那么珍惜那么宝贵 其实我这些 他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你在哪里 他们在这里 他们走出来 他们在各地为主来唱这些歌 他们从部落走进这个教堂 一起在这教堂里面一起唱歌转 他们所在这地 就充满祝福的地方 就是所在这地就充满欢笑 这就是你在哪里 你在你那个地方荣耀我的名 这就是生命最喜乐的事 我们再次请 刚才年轻人跟小孩子 都站起来好不好 来都站起来 给你们最热力的鼓掌 感谢神 好 请坐 听他们唱歌不过瘾 对不对 我们希望有机会 再请你们来唱整场的 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 可以感受到 我觉得这个不是 当然是好听 但是不是好听的问题 是感动的问题 在生命里面 看到你们站在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祝福 你们用最纯正的声音 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灵里面 大家一起来思想生命的捷径 我刚才没有注意到 有小朋友在这 我们要转换一下频道 让我们开始讲故事 我们在以下时间来想 真的生命很奇妙 如果我们感受到 神在叫我们的时候 你要听 其实那一天 那种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你看看 有一个人 他回来 刚才那个画面是 很多人 耶稣啊 耶稣啊 然后耶稣说 你去把身体给祭祀看 他们就 跑去 然后跑去以后 这些人 然后门徒在耶稣旁边 然后走着走着 整个画面就开始 没有声音了 没有声音 没多久 没多久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 跑过来 这个人好久没有走路了 因为他们都被关在一起 所以好久没有走路 就常常这样跑过来 然后很大声的就是 圣经说 In a loud voice 这说什么是很大声的 你看 刚才说 耶稣啊 可怜我们啊 是很大声对不对 现在完全都没有声音了 只剩下一个 回来 一个人还是很大声 耶稣我感谢祢 感谢祢 你们刚才讲过 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放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篇幅里面 就说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看到这些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羊一样 就怜悯他们 医治他们 故事就可以这样评了 很多故事都这样就没有了 这篇故事从里面抽出来 特别来讲 是因为 有一个特别人跑出来 搅局 不是搅局 他特别出来 把事情全部扭转过来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我们看图说故事 他可以回到人群 以前他不能回到人群的 他以前被关起来 他只要一接近人群 要自己喊 不洁净 不洁净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主开水 主人开水要拿出来外面 一群人 你要说 烧水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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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烧水是什么 知道吗 不是烧水哦 烧水就是开水了 不是开水哦 那我们来想一些 当你说烧水哦 烧水 旁边的人都听到要怎样 散 哎呦 弟兄姐妹 这种人出来要自己喊 不洁净 不洁净 听到人就知道要怎样 散 现在不用了 他可以直接来到耶稣的跟前 他做了一件事情 主耶稣我感谢你 感谢你 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种感觉是很珍惜的 他可以趴在耶稣面前 你知道吗 他这个动作 糊糊在耶稣面前 耶稣你是君王 耶稣你是君王 感谢你 但是最后一加一句话 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 也就是说 他是外族人 他根本都不需要 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人他不需要在这个地方 你根本不配啊 根本不配 那我们来听一种感觉 上个礼拜我们还记得吗 撒玛尔在跟以利的对话里面 撒玛尔跟以利的对话是什么 以利说 撒玛尔 你如果在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就说仆人静听 但是其实他以利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以利的心情是 为什么他有 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他有 为什么他可以听到 为什么我听不到 为什么他可以 为什么我听不到 以利心里面很不舒服的 这跟那个扫罗跟大卫一样 扫罗也是 为什么神听大卫了 为什么不听我的 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也很愿意为神讲话 为神做事 为什么神不跟我讲话 该隐也是一样 为什么跟亚伯 亚伯的献祭就是 神试下恩典在他其中 眷顾他的献祭 为什么我呢 各位姐妹 耶稣讲那个比喻 大儿子跟小儿子 大儿子心里面心怀不平 为什么小儿子回来 爸爸就杀鸡窄羊 来办夜洗 我呢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 做那么多事情 为什么没有我 各位姐妹 我们这都是问题 人很多问题都跟神 神啊为什么 今天我换个角度好不好 从神的眼光看我们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一天到晚只会跟神说 我呢 我呢 不公平不公平 我们要不要换个眼光 从神那里看 你在哪里 小儿子 他那天说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户 我要回家 请问大儿子 什么时候这样祷告过 大儿子什么时候 这样祷告过 我如果从神的位置 来看你们 为什么沙漠 这么忠心 尽心在这其中 以利你每天 只会睡大头觉 你一直说不公平 但是你想过 你在做什么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今天我们要再思想 这个人一回来 整个故事重演 重演 那这故事重演的时候 我们来思想 圣经说 除了这外族人以外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个 不是拣选 不是选民的 这些人的以外 为什么这个人 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呢 我们好想 那一天耶稣 讲到这个 百福长的时候 来求耶稣 医治我的仆人 哇 这个 很多犹太人 替他求行 你是外邦人 跟耶稣说 耶稣如果他来的时候 一定要帮助他 医治他 因为他是好人 他帮助我们 他是义人 他平常就对我们很好 各位姐妹 神早就眷顾到这个人了 他是外族人 但是他平常所行的 是神所眷顾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讲过 他有他的良心 他不知道律法 但是他有良心 他的良心就是军人 他的良心就是军人法则 我知道什么叫权柄 权柄就是说 我说有 你就必须要听 今天我的律法就是 我的军人法则 耶稣 我不敢跟你说什么 因为你是 上级 我是下级 我只能做一件事情 你说愿意 你说好 我就相信有了 这叫权柄 这叫良知 这叫军人的良心 神在这故事里面 就听了这个军人的话 说一句话 我本族内 未曾看过这种良心 有信心的人 那一天 这些通报的人还没回去 他仆人就已经医治了 就已经医治了 好 我们来再看 格里纽的故事 彼得那天说 原来我看名了 我终于看到了 原来神不偏待 万国里面 所有尊重神的人 在万国当中 所有尊重敬畏神的人 神没有偏待他们 神早就注意到这种人 所以那天神的救恩 领到格里纽一家 好 我们来思想 除了这外族人 没有别人吗 神经给我们看到 神耶稣在这世代里面 给我们一个提醒 什么提醒呢 那么多的寡妇 那么多的寡妇 为什么神拣选了 西顿撒罗法的寡妇 让他成就了 伊利亚在那三年内 通每一家每一家 都是饥荒三餐不济 只有这一家 永永远远 是没有断粮 神的祝福一直在他身上 为什么是这一家 而且是外族人 我们再说 以色列通国当中 那么多的麻风病人 那么多的麻风病人 为什么 偏偏是亚兰国的 这个乃曼得到医治 我们来想 刚才我们讲到祭司 祭司在看这些麻风病人的时候 祭司就是在判断 你有没有得洁净 有没有得洁净 最近有比较好 你得洁净 你可以回到人群 如果祭司在判断 有跟没有 为什么圣经说 通国当中 以色列通国当中 没有一个得一致 只有一个 乃曼得一致 不是在神面前 有那个设那个标准 有没有得一致 有没有洁净 为什么这个都要说 没有一个得一致 只有这个乃曼得一致 好 弟兄姐妹我们来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 他做了这件事情 把整个故事扶上台面来了 这个人回到神面前 他们 耶稣说 你们把身体系给祭司看 十个人都去 十个人看完以后 那个烂烂的 都好了 这四个都很高兴 高兴就是欢呼 但是在神的画面里面 没有声音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画面里面 有声音 呀 好了 哇 拥抱 跟父母拥抱 哇 声音很大 但是在神的画面里面 没有声音 耶稣那个地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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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圣经说过 你的声音在哪里 主啊 主啊 神说我不认识你 他们说哪会不认识我 我不是在很多地方 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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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我在我家没有看过你 我不认识你 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 弟兄姐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到底是自己在做很多积功德 或者是侍奉 很了不起的侍奉 我走遍很多特会 我做很多事情 我就是不想在教会里面 算什么 教会的牧师算什么 教会谁算什么 我做的事情比他们大很多 我 我 我 好 弟兄姐妹好好想一些事情 今天好人在哪里 坏人在哪里 不是好人跟坏人 那一天他们通通得意志 但是声音都不在耶稣这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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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一个回来了 一个回来 一个回来 终于有声音了 而且大声的呼喊 把荣耀归给神 我们来思想 圣经在最后说 你的信救了你 得意志了 奇怪 本来就得意志了 为什么在这个还要在说得意志 弟兄姐妹 好 思想一件 真的得意志吗 如果你今天发烧 有人为你暗所祷告 退烧了 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小额科医生都没有生意做了 你病了还是会病 你身体不是用现象来评断 你得意志 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血肉的妇人 那一天 她病了好久好久好久 12年 连医生的 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办法 然后她来找耶稣 人太多了 根本没有机会跟耶稣讲话 她只有偷偷摸耶稣的 碎子的衣服边边 哇 没想到 她感觉到血肉的部分 立刻源头就干了 她发现好了 得意志了 圣经有说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已经好了 得意志 好高兴 耶 回家 耶稣说 淡嘞 耶稣不是说淡嘞 耶稣说 说什么我不知道 她就说 是谁 是谁 我知道我有能力再出去了 医治的人 是谁 这个时候 这个血肉妇人 她应该是说 这个病不好意思 因为圣经有讲过麻风 血肉 这都是不洁净的 这时候她应该要 赶快回去才对 耶稣说是谁 她就走回来 耶稣是我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但是我刚才摸你的医护 我自己觉得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耶稣说一句话 你的信救了你 拼命要回去了 下面说什么 你的灾病怎样 痊愈了 弟兄姐妹 当她摸耶稣的时候 她就已经知道 已得意志了 为什么这次耶稣再次说 得意志 这个医治才是真正的医治 弟兄姐妹 你祷告是病得医治 还是祷告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要识想 你真的得着耶稣基督救恩 从哪里判断 从你在哪里判断 耶稣有一次医治一个医治 哇旁边的那些正义之士 都起来攻击耶稣了 怎么可以在安息日里面 这样做这种事情呢 他们不晓得医治就是医治嘛 做这种事情 他们就不高兴 耶稣在最后很生气 对他们说 我今天来到这世界 要叫瞎眼的得看见 反而叫那些能看见 变成瞎眼 他们就很不服气 难道我们都是瞎眼的吗 耶稣说了一句话 请注意听 如果你真的瞎眼的话 那你就是没有罪 但是如果你说 你今天没有瞎 那你的罪怎样 还在 对不起妹 今天我们以为 我们自己得医治了吗 我们祷告里面 得到一些 好像外在的印证 然后我们就把声音 换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高兴自夸自擂的 我会怎样 在以前你在耶稣那边 祝哇既 医治我医治我 那种可人样子 不见了 那边没有声音了 在你自己的身上 声音大得不得了 耶稣说你在哪里 你以前在我这边 不是恳切的祷告吗 现在不见了 跑到那里去了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想 这故事对我们 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 不管你现在多好 我还有一件事 要责备你 你把起初的爱心 丢弃了 以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在我面前 恳切的声音 不见了 现在都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有火热 你有热忱 你有拼命 但是你所做的 还不是为自己 为了人家看 为了被人家称赞 但是在我这边 你没有声音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你不要再跟神说 为什么是大 为什么是撒谋 为什么不是我 神会说 我什么时候听到 你跟我祷告 我什么时候听到 你卑微的 跟我恳求 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 你不要问 公平不公平 以神的立场来说 你在哪里 大儿子不要再说 我呢 我在家里面 做了那么多事情 神说 小儿子曾经说过 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父 我要回去 我要回转 对不起 我没有听过 你这样祷告 弟兄姐妹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诗篇所说的 你要用感谢的记 你的感谢的记在哪里 弟兄姐妹 你有还你的愿吗 你当时跟神说 如果神你帮助我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今天你在哪里 你的愿在哪里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都在神面前 这是圣殿的祷告 这是圣殿的敬拜 但愿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听到原住民教会唱歌 你听到信息 你听到敬拜 你听到现实 你看到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 同心合一地祷告 你听到神在对你说话吗 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吗 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我们在一开始所唱的诗歌 主啊 我从圣殿向你求告 向你求告 我心中 一些向你所恳求的 你知道我的心 在这里所说的 我如今还如我还在注重 我自己所要的 我注重我自己所要 神说人若注重 心里注重罪念 你祷告我必不听 你的欲望在哪里 你的骄傲在哪里 你的想象空间在哪里 有时候你得罪神 你必须做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从耶稣基督那里 来到你自己这里 你做任何坏事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圣经盖起来 来做你一切个人想要做事情 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不要让圣灵担忧 各位姐妹 我们自己在生命前祷告在哪里 我们在生命前向神恳求又在哪里 建立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在哪里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等候我们 你也在神面前等候神 我们盼望你听得到神的声音 我们盼望你的祷告是神所注重的一个祷告 我们盼望在这世代里面说一句话 我们教会重点是建巨蛋吗 建更大的教堂吗 要建圣经巨场吗 我们求主能够保守我们 我们教会不是为这些 我们目标都不是建巨场 也不是建巨蛋 各位姐妹永远要记得 一次没有改变过的意向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时代要翻转 这个城市要复兴 这城市要复兴 我们要看到原住民的教会在一起唱歌 我们的平地的教会要一起唱歌 几千人的敬拜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到处听到赞美神的歌声 这个城市争先恐后把欧相丢出去 这城市争先恐后来到神面前 要来恳求敬拜神 我们看到这个B君 我们看到这个以下 我们不是要见巨蛋 我们不是要见圣经巨场 但是我们必须要实质化的 实体化的跟神说脚步 我们不能坐在那个地方 住挖 护心我们 护心我们 讲一千遍都没有用 神要的是你在哪里 如果你真的跟从主 你每天的脚步应该是不一样 神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弟兄姐妹 今天下午一点半 邀请弟兄姐妹 工商人员 教师 医疗人员 我们有一个全教会的动员 全教会动员 包括指示会都在里面 教会的前景 呼召 故事 见证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起来 成就生命里面的一个震撼 我们为5月24号台南 要呼召一万人出来 改变这世代 奇妙世代已经来了 我们也为9月 我们要兴起一千人 一起为听章手语 我们要一起用手语来唱歌 我们要改变世代 先用画面来改变 世代要看到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要让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特别非常的故事 各位姐妹 你我都是 你不是听章 但是你要学手语 你要学手语 因为我们要告诉这世代 到处都要起来赞美神 用各样的方式来赞美神 用各样的语言来赞美神 弹琴 唱歌 几鼓 跳舞 要来赞美神 我们希望在这故事里面震撼 这块土地最起初的原住民 每次的唱歌 是我们感受到 生命这块土地 是神给我们的母亲 我们爱这块土地 我不晓得怎么说 我年纪越大 越珍惜这块土地的美善 神把它赐给我们 这是我们的家 而荣耀 喜乐 尊贵 渐渐从这块土地死落了 人 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罪恶 我们只不过做一件事情 神说你在哪里 我现在站在尊贵之处 我们要恢复神的荣耀 恢复神在起初所建立的 尊贵的敬拜 我们盼望这故事 在这些年前要发生 这首歌 祢是我的全在全 我们希望在这生命前 我们一起来回应 祢是我一切的尊贵 祢是我一切的宝贵 虽然有羞耻 耻辱在我身上 但是我经历着神祢的作为 我要在神面前 淡淡地敬拜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预备我们的心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为我们在祢面前所记忆的故事 献上感恩 祢拯救我们 祢赦下恩典给我们 祢也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美丽的教会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地方生长 我们乃是在这个地方建立祭坛 我们乃是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祢的荣耀 我们乃是在这个地方把自己奉献给祢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成为世上的光 世上的盐 很多人要被我们吸引来到这儿 他们进来这儿敬拜的时候 他们生命要得到医治 他们要得到荣耀 他们要得到复兴 而且我们要一起看见 神祢的作为在这些年间 成为这城市的一个祝福 当我们在祢面前走错路的时候 求主祢管教我们 拦住祢的仆人 不要换任意忘为的罪 好让我们在祢面前得着 那上头来的祝福 并且是重新正直的灵 清洁的心在这其中 好让我们的祷告是神所垂听的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神祢所喜悦的 求主祢帮助我们在祢面前 彼此的分享跟彼此的建立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